紐約街頭十八廣場前 民眾對著電視牆 紛紛比出愛心手勢 有的人則心扮得揮舞愛心 因為電視牆另一頭 是台北街頭的民眾 這樣的臨時差say hi 吸引上千名美澳 歐洲和台灣旅客一同玩樂 我真的很開心 是知道現在台灣 是約70 degrees Fahrenheit 23 degrees Celsius 現在在紐約我還沒感覺到 所以台灣現在是很棒的地方 觀光局首次透過電視牆連線 將紐約和台北的民眾 藉由互動遊戲串聯在一起 希望讓國際看到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同時電視牆跑馬燈 也播放著台灣各式觀光行像廣告 大家知道 Time Square是廣告兵家必正之地 但是我們以往也不是沒有用過 在這裡用電視牆來做台灣的觀光廣告 可是這一次特別有創意 是用這種跨洋畫愛心的方式 互動式的跟台北紐約連線 那畫愛心其實也更有意義 因為大家都知道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我們用愛心來呈現 台灣的美好的人情味 台灣的人的愛心的豐沛 可為八年台灣觀光廣告 再度回到時報廣場 應用高科技互動式跨洋畫愛心 廣告牆不只送上台灣美景看美食 還有年齡的人情味 也希望吸引更多歐美遊客到台灣旅遊